對男生有一個叫黃成瑜他拿了一面金牌 那他在這個量級上他的體型是相當的優異的 可是這個在中華隊裡面可能只有一位而已 那在這些國家裡面他們這種體型的選手事情是很多的 那可能在我們台灣的教練的訓練 其實我是覺得是比國外都是強很多 但是就是差在真的是可能在選手個人的條件的能力上 尤其現在這附區是非常強調這種能力的 所以非常的吃虧 算是他們有先天上的優勢 可以看到我們第一回合已經開始了 我們紅色的烏茲別克已經得一分 跟他青色的越南對一個右腳上端得分 其實跟剛才那一場很相像 就是青色的他的身材是比較 相較起來是比較好的 那他也是著重於上端的攻擊 那通常在這種打法裡面 矮的人要打高的人的話 他的破壞的動作要非常的好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上端防禦也要很好 不然很容易會被那個 比較高的人得分 對 踢到上端 剛剛就是差一點 不過因為他閃掉青色的那個上端攻擊之後 接近的近身用中端攻擊得分 反而是紅色的烏茲別克得了一分 所以現在是3比2 烏茲別克必須要靠近去 然後如果說遠距離的話 對腳長的人他是比較有優勢的 他必須用破壞的動作 靠近對方的身體之後再做攻擊 這樣他得分的機率會比較高 好 又得了3分 對 越南他的右腳上端 又踢到一絲頭 那跟剛才真的很像 剛剛伊朗是他的左腳上端 現在越南是他的右腳上端 紅色都是身材比較吃虧的 但有時候其實比較吃虧 但是懂得如何去破解 或是破壞對方的那個攻勢的話 其實得分還是有機會 是 尤其是像在社會組的話 這是屬於比較成熟的一種打法 但是在小朋友上 因為他們思考並沒有那麼的成熟 所以他沒有辦法完全去執行到這些戰術的執行 所以在小時候的比賽 他還是天分是佔比較大的部分 是 而且可以看到真的是 就是小朋友的時候 他們是進攻啦 主要都進攻 策略的比較沒有像 你說社會組這麼的強 對 對 對 通常在國際正式的比賽 因為大家都已經第一個 他們情報收集的非常的完整 那 針對性每個人的戰術 他們都制定的很好 所以會變成說 其實在社會組 尤其是國際賽 他們的得分率是比較偏低的 因為大家都會 會去注意每個人的優點 然後會去不讓你的優點發揮出來 所以在正式比賽 奧運啊 世界景標賽 這些比賽裡面 真的是得分率會稍微比較低 那在這個少年的比賽 因為大家其實 第一個是 因為這是第一節嘛 所以並沒有很重視啦 所以大家也比較不會去收集這些情報 是 好 可以看到我們第二回合開始了 那我們看到紅色的 無數平線選手 他已經在加強他的防守了齁 你看他每次踢擊的時候 他手已經放在他的頭 頭部前面了 對 他有防守的動作很明顯 好 可以看到我們烏茲別克的教練 他也提出了聲訴 是 他是要抗議他的頭部的攻擊嘛 但是因為那個 附屬神他已經有先舉手了齁 所以可能他們剛剛有miss掉 一些判 可能判決可能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要再做一個討論 其實我覺得跆拳道的比賽喔 真的是算很公平 你看除了電子方面 然後現場每一個角度都有裁判這樣看著 然後教練還可以提出聲訴 那我想這是他也是為什麼會有這些儀器的那個產生喔 因為之前跆拳道最讓人家詬病的齁 就是說他的那個公平性的問題喔 那因為當你的公平性受到質疑的時候 你要想要在奧運會齁 有繼續生存下去齁 是有難度的 對 所以你必須要去改進你這方面的弱點齁 你才有辦法在奧運可以繼續生存 因為這樣國際性才可以每個國家都有一個標準 是 因為你要在推廣這個項運動 你必須要在奧運能站穩腳跟嘛 才有有利你的推展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一直在修正他的規則 然後再來就是 以前比較讓人家詬病 就是跆拳道的選手都是節奏比較慢 那可能一波攻擊要等個二三十秒 那對於觀賞性來講是非常不好看的 所以他們才慢慢的慢慢一直修正規則 例如說跌倒就馬上警告 出界就馬上警告 他就是要強迫你一直攻擊 讓增加比賽可看性 他還是說上段的攻擊 有踢倒 那我們現在也在看就是畫面的重播 來確認一下剛剛是否有踢倒 那在前面觀看影片的RJ 通常都是非常有資歷的裁判 他才有辦法去做這個 因為這個RJ等於是最終的判決 所以他們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個壓力也非常的非常的大 所以必須要有一些非常有經驗的裁判才能去做這個動作 但其實每次提出申訴的時候我發現都 那個時間都其實拉蠻長的 因為其實應該就是有提出申訴 每一個都要很謹慎 所以要更加謹慎去判別到底有或沒有 我們看到現場的畫面一直在重播剛剛的那個 他們提出申訴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我們來看的話 看起來都好像有提到 但是在變換一些角度 可能並沒有真的有擊中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辛苦的工作 好 我們再讓現場的觀眾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剛的這一腳 這個角度看起來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對啊 位置上看起來是有提到的 不過他的長度啦 他的長度上好像 因為你還要去考量他的腳的長度 有沒有那麼的長 真的是很難看得出來 我們也感受到那個 就是教練團評審團這邊的那個 RJ他們的那個 因為一直在重播 一直在重播 他們各個角度都一直在重播 原則上他們是以一分鐘之內要做出判決 但是我想剛剛 從剛剛現在已經超過了兩分鐘了吧 對啊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判定的動作 位置上其實看起來是有提到 沒有錯 他給了有提到的判決 所以紅色會再加三分 好的 所以我們烏茲別克又多了三分 比數會來到了6比5 越南隊目前還是領先一分 是 像烏茲別克選手現在戰術有改變 他去閃躲他的上段的攻擊 他不跟你去做戶擊的動作 他用閃開的動作 不讓你的腳沒有辦法攻擊到他的上段 對 因為剛剛有說嘛 他本身身高有稍微有一點點 比較沒有這麼優勢啦 是 他身高是很大的一個劣勢 因為差蠻多的 對 所以他其實在阻擋花 還是讓我們越南隊踢到了 一個左腳的旋踢 所以又得了一分 他趁對手在擋上段之後 他突然打一個中段的攻擊 所以其實當下的反應也要很快 知道自己是上段比較優勢 但是對方在擋的時候就來一個中段 對 就得分了 這就是戰術的一個變化 現場反應也要非常的好 那其實在小朋友的話 就我們平常矮的打高的話 必須第一個 你的壓迫性要很夠 就是你要隨時要主動的進攻 讓對手抓不到他出腳的距離 不過因為小朋友他們可能比較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他們還是按照他們的本人在做比賽 所以其實我才會說 其實天分在這個時期是相當的重要 但是慢慢累積啦 累積下去的話 應該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有自己的一套 然後在進攻 像他剛剛的臨場反應就做得很好 非常好 對 那現在的這個第二回合已經結束了 越南對烏茲別克目前是7比5 還是越南領先喔 是 我想那個烏茲別克選手 紅色的選手 還是會以那個閃躲跟快速的攻擊 然後防禦終端之後 然後再來攻擊對方的中部 還是會應該是以這個戰術為主 那越南的選手他可能應該還是以右腳的前腳上端攻擊為主 主要的攻擊模式 因為都是他們比較擅長的部分 不是別克選手這次換一邊的齁 本來他是右腳在前面 現在換左腳在前面 他可能要利用 左腳的下壓去做他上端的防禦 所以像這個跆拳道他們有左腳右腳的分別 就是照自己的習慣跟比較擅長哪一腳 這樣子嗎 現在目前的趨勢是以前腳 不管你是左腳還是右腳 是以前腳的攻擊能力 是主宰比賽勝負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不管是高抬海的 其實他們的攻擊主要的角都是還是以前腳為主 現在剛剛那個越南就被警告一致 現在變7比6了 哇 其實剩下28秒左右 第三回合就要結束了 不是變成選手一直要用中關的動作齁 那這樣搶分的機會就不是很大 因為對手防禦就相當的好 剛剛越南一口氣又得了3分 因為他現在變成說不得不攻擊 因為時間快到了 對 可是一個沒有戰術的衝攻擊 或是沒有戰術的一個攻擊動作 很容易被對手踢到 那這邊是我們越南這邊的教練有提出勝出 對 剛才有一腳上端的攻擊 他認為應該要得分 所以就是這個就是剛剛 本來7比6只有輸1分喔 無知別克的選手 但是因為他的 那個搶分的動作太粗糙了齁 是沒有經過設計的動作 所以反而在攻擊的時候露出空檔 被那個越南的選手踢到頭 得了3分 是喔 我想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年紀的選手會 不可避免會犯的錯誤 那越南對的教練也是相當的小心 雖然贏了4分喔 但是那一腳也是積極的爭取 那因為10比6跟13比6 那個分數是相當的相差相當大的 好的 好的 現在呢就是看到我們的畫面在重播 剛剛 申訴的這一腳 其實我自己在看這跆拳道的比賽 我常常都覺得哇畫面好快喔 就是他們那個一腳兩腳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就踢到了 什麼時候踢到的那個一瞬間 其實要看久一點才會真的看得很精準說 有踢到還是沒踢到 是沒錯 因為以前的傳統護具它是屬於單拍的攻擊 所以得分的點 其實 他除了得分要踢到以外 他的動作完成性要非常的高 他才會給你分數 那現在動作只要 因為他是強調的是接觸 所以很多腳在亂軍之中 你會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接觸到護具 對啊 只要護具感應到 對感應到腳背 因為他腳背都有穿那個感應的襪套 只要有touch到然後力量棒處有夠 他就會構成得分的條件 是 所以是構成得分的條件的改變 以前是要速度要力量要動作的完整性 現在只要有接觸跟力量 差別是差在這裡 可是以前的話其實就是 沒有這個電子護具的時候 都是現場的教練 現場的裁判 對 等於說現場裁判再看再判定 這腳沒有踢到齁 所以還是10比6 最後的10秒鐘了 對 烏茲別克應該會用轉身的上端 因為他現在差4分了齁 5秒 最後4秒 所以一定要拚上端了齁 啊 瘋狂攻擊 很可惜 差點踢到 好 現在烏茲別克的選手抗議齁 他說最後腳踢到齁 對 然後現在那個副神也 對 現場的副神也有舉手 對 他們認為 哇 就在最後那1秒欸 烏茲別克的選手有踢到齁 所以現在變10比10喔 對 10比10哇 然後現在進行縱死賽 所以就是延長 就是等於第四回合 先搶分 是 是 而且越來隊的教練 他剛剛的申訴牌用光喔 所以他變成說 他也沒有辦法再申訴 哇 進行到最精采的時候了 每次就是 跆拳道比賽 到第四回合 其實都更緊張 那個氣氛 好 我們看一下 剛剛第三回合的 這個畫面的重播 其實這個角度看起來是 是沒有踢到啦 很明顯的沒有踢到 但是因為 越南隊的選手 沒有 越南隊的教練已經沒有伸數牌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伸數喔 要不然這角的伸數應該是會成功 應該是不構成得分的條件 是 談到以前喔 他的計分方式都是1分 那從2004年開始喔 他為了要追求那個精采度 所以呢 他就把 比較高難度的 例如上段的攻擊變成2分 那 後來又在2009年他又更改了 就變成說他的上段攻擊變3分 然後轉身攻擊變2分 他就是為了就是要讓比賽的選手 去多用一些高難度的動作 增加比賽的觀賞性 這樣 好 進行最緊張的第4回合 一樣是90秒啦 但是就是看誰先搶到 關鍵的那1分 或是第一個得分 好 我這邊的選手被警告一次喔 因為他太被動了喔 越南隊選一個左腳旋踢得到了分數喔 越南搶到了1分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 是 所以這一個場次是我們越南獲勝 哇 恭喜越南的選手了 其實這一回很明顯 驟死賽很明顯發現 越南選手他的心理素質比較強喔 所以在最後一個驟死賽之後 他還是積極的搶攻喔 反觀烏茲別克的選手他有點緊張喔 所以 並沒有發揮得很好 其實剛剛這場真的是很精彩耶 是 對啊 而且我看到越南的這個選手在踢的時候 他真的是 整個 我覺得他是整個人投注在這個比賽上面 是 比較專注在比賽上 所以他很專注在比賽上面 就是讓看的人 就很像 人家說歌手要唱進你的心坎裡 他剛剛那個 在比賽過程中已經踢進我的心坎裡 他用順便在打跆拳 對啊 好的 我們今天 可以看一下我們 剛剛這一個場次的 很漂亮的一個 右腳上端的攻擊喔 精彩的動作 我的回顧 好 剛剛 剛剛 剛剛